各位会员好 今天咱们来讲一下第13个知识点 支撑与压力测试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平时所有的地方都看的是支撑与压力 是吧 哪个地方有支撑哪个地方有压力 其实真的到了这个位置有支撑吗 真的到了这个位置有压力吗 其实看不出来 只能够看盘口 好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例 以后我们讲盘口的时候还要详细讲 好我们来看看案例 大家看这个股票 在这个位置 你们看是不是73块钱这个位置 从这开始 这个点位碰了好多次 而且这个波动力还比较大 那么是不是很多人认为到了这个位置 73块钱跌的差不多了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一定会形成支撑 是吧 很多人是什么想的 但是到了这个位置会不会形成支撑 是不是这个点位说了算 点位说了不算 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个信号 是个红绿灯 让你看着 我们来看看到底谁说了算 我们看到了73块钱 它开始跌 从这开始跌 一路开始跌 当天 就是今天 它就从这开始跌跌跌 一路快跌到这个73块钱左右了 好我们来看当时的盘口 这个只有从盘口里面才能看出来 好 大家看 快跌到73块钱出现了一件什么事情 从73块1毛3到下面的整整的72块8毛7 整整这个位置就有人砸盘 10手29手38手卖单138手卖单14628940几手 一直到砸到72块8毛7 最终的价格一路下滑 那么有没有支撑 点位能不能构成支撑 不能构成支撑 这个位置 有人砸盘 它价格率一定会下去 没有任何人构成支撑 这个位置 有资金进去拉它 我们看到盘口里面 那么它才能构成支撑 所以说好多人说 这个点位有支撑 那是错误的 有没有支撑 是资金说了算 所以说它当时这个点位 没有任何的支撑 然后呢 大家看 它从73块钱一路最终跌到70块钱 一直跌到70块钱都还没有支撑 因为资金还没有进去做它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好 我们来举同样一个例子 你看也是五分钟线 这个例子前面的一个点位 你看 也是一个点位 是吧 点位来了 那么第三次到这个点位 它有没有可能获得支撑 是不是个点位说了算 不是的 谁说了算 我们看 1点10分的手资金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大家看 这个股票 从1点10分开始 130手 147手 108手 56手 218手 这个122手一堆 这个钱开始慢慢进去了 但是呢 也还不是那么强 是吧 你还是有249手 卖单 218手 卖单 也是一般般打个平手 甚至还出现了960手的卖单 所以说 这个地方资金还没有完全进去 我们还不敢说 他就能够获得支撑 但是没那么差 忽然 大家看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给大家用红色的标出来 这个位置 一口气出现了1547手的买单 出现了196手 108手 80手 176手 492手 155手 147手 107手 那么就证明 买单从这个时间点就密集的进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这个点位就真正的获得了支撑 只要后面 它的卖单没那么强 它就真正的获得了支撑 明白吗 所以事实上也是 这个票 你看 它从这个位置开始 真正的资金进去了 才有所谓的真正的支撑 我们上一个例子 它的这种位置 资金没有进去 它就砸下来了 而这个例子资金进去了 它后面就一波上去了 明白吗 资金进去才是真正的支撑 光看点位是不行的 点位只是一个信号 好 我们回来 现在大家明白了 是吧 只有这个位置资金真正进去了 才会出现真正的所谓的压力 或者是支撑 它资金没有做出行动 这个位置就不一定 所以我认为更严格的来说 我们应该叫它支撑和压力测试 一旦你有了那个地方是个支撑 你就会有执念 老是觉得地方该买 实际上你还不愿意止损 实际上它哪有支撑 是吧 它的支撑 我们只能说是一个信号 它是个测试 它是一个信号 就像是到了红绿灯 那么我们看到了红灯 我们是不是 我们就要小心了 但是呢 看到了绿灯 你是不是 你就不管了 两边看都不看 你就直接往前冲 不会的 看到了绿灯 只是一个信号 有没有车过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这个 这个道理 就是拿我们绿灯的道理 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案例 我们所有的 所谓的支撑和压力 它只是一个测试 它只是一个红绿灯 它只是一个绿灯 但是到底有没有车经过 那么一定要观察盘口 好 这样说大家很明确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讲 点 我们现在讲支撑和压力 有两种 一种是点位 一种是量能 我们现在讲点位 点位 好 那么什么叫点位呢 就是前期的一些低点 那比如说你一个图形 任何一个图形都会看到一些 前期的一些低点 比如这个点 是吧 一些低点 那么前期的一些低点 它我们跌到这些位置来 它有可能在这个点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 一个支撑 只是有可能啊 它会跌到这来 形成一个支撑 再往上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这些高低点 会形成支撑呢 它的道理在哪呢 它的道理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 就是历史记忆 就是到这个位置 不管是机构也好 资金也好 还是散户也好 大家都看着的是吧 前面有个低点 你看着的 那么你看到这个地方 已经有一个低点之后上去 那么到这个位置 的确有可能是历史记忆啊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基本面固执 一些原因 我们说 任何一个点位 它都不是偶然形成的 它到了这个位置 能够拉上去 那一定不是你散户拉上去的 一定不是你这个几百万 几十万 就能够拉上去的 它一定是由机构 或者是有大的资金 进去 把它拉上去的 当然啊 这个还要配合我们以后量价 它没有量 这边就是没有大资金 它只要有量 就一定是大资金 把它拉上去的 那么大资金为什么拉 很多就是根据基本面固执 那么比如说PE 我们举个例子 根据PE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 这个股票的PE 它可能小于15 我们举个例子 那么股票PE小于15 那么股票的市金率 那么比如说 我们的股票的市金率 它也非常的低 PE也小 市金率也低 比如市金率低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机构就认为该买了 于是在这买 它就形成一个低点 明白吗 所以它可能根本就不看 你这技术图表 什么都不看 我就看这个估值 估值合理了 我就去买入 所以当它机构进行买入的时候 按基本面买入的时候 在技术上就砸了一个图形出来 砸了个低点 那么它不管上去 市场不买账又跌回来了 那么市场不买账跌回来之后 有可能这个机构看它回来了 它又会去买 为什么呀 因为它的这个 基本面固执逻辑没有变呢 它逻辑没有变 它就可能继续买 是吧 它PE到这又来买 所以呢 前期的这些高低点 低低点 它就可能是由于 它基本面形成的 所以这些点位 这些低点 它就可能会形成支撑 这个很好理解 好 很好理解 好 我们再来看 那么下 下面两个 下面两个呢 我现在不详细讲 我就只是归纳出来 到时候呢 大家我们讲非波拉契的反推 讲波浪理论 讲斜波理论的时候 我们再来详细讲 总之 就是有些点位 你可以根据波浪理论的反推 我们从这个点 这两个点的关系 比如A B C 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推出 这个地点 它的这个 在哪 我们可以推出来 斜波也可以把它推出来 推出来的这个区间 这一块 或者这个点位 也是可能形成一个支撑 好 我们到时候讲 他们的时候在讲 为什么 它这个 如果你要说原理 它就叫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 好 这为什么自然法则呢 这个呢 就是你要往后面 又问一个为什么 我们只能说 这个是一个大自然的神奇 整个大自然 冲刺着数学法则 那么在金融里面 也有这种结构 也是很神奇的 也有 但是它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也是大量存在的 好 第四个 是在缺口处 也会形成支撑 这是我们说的 比如说 它缺口回抽了 在缺口 比如这个地方是一个 我们刚刚讲缺口 突破 形成缺口 它缺口回抽到这些位置来 它也会形成一些支撑 一些支撑 还有就整数关口 形成一些支撑 关于形成一些支撑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一些位置 它可能会形成一些支撑的位置 就是从点位上来讲 好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呢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点位 我们的一个压力测试 它也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全部反过来 那么 我们如果是点位压力测试 好 我们看 如果是点位压力测试 反过来 它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前期高点 什么意思呢 比如这个物料涨涨涨涨 涨到这了 回来 再次涨到这的时候 这个位置 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压力 它为什么会形成压力呢 就是我说的 可能有机构在这卖的时候 它是根据什么原因呢 它根本不是根据什么价 根据你的指标啊 根据你的图形啊 不是的 它就是因为它的PE过高 比如说这个时候PE 我们说小于15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买是吧 那这个时候PE大于40 它的市盈率大于40 这个股票 或者是你们看商品期货 它是已经远远的供大于求了 或者是我们加密货币有时候其他的原因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机构就会决定去卖出它 那么股票市场不认可呀 市场情绪还是认可 市场又继续涨 那涨的时候这个机构认为 不行 我认为它的PE还是过高 我还是愿意去卖它 于是机构可能又去卖它 因为为什么呀 同一个基本面逻辑 PE PE就是市盈率 同一个基本面逻辑 市盈率 它还是存在的呀 一涨回去它价格 市盈率还是过大呀 还是被高估了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些前面的高点 它倒回去就可能会形成压力 好 那么同一个道理 菲波拉契 我们正推 就是从这儿我们把它a b c d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前面涨幅 我们可以推它 推出来的一些点位 也会形成压力 那么前期的高低点 菲波拉契的正推反推 斜波利的点位 还有也是一些整数关口 它会形成压力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点位 它会形成 它会形成一个压力 或者是它会形成一个支撑 好 我们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你记住 那些高低点 它不是偶然形成的 高点也好 低点也好 它一定是机构推动的 那么到了这些高低点 或者到了我们这菲波拉契反推点 它可能就会形成支撑以及压力 这是根据点位来的 好 下一个我们来讲 它根据一些量价结构来的 好